在星园市郊外的挖掘现场 科学家发掘出了一架 一亿七千万年前 侏罗纪时期的恐龙化石 这次发现的恐龙 据说是一种此前从未发现过的新物种 被命名为翼龙 关于这种恐龙 还有很多未知的部分 等待我们揭秘 我们将持续关注后续的挖掘和调查工作 我是陈飞 正在为你报道特别行动 还有我烈焰冲锋车 为你保驾护航 凯莉亚 你确定星园赛车的信号 就在这片森林里吗 妙 很连反 做不了 这片森林很大 大家仔细点找 喂 雷震摩托 雷震摩托 能听见我说话吗 雷震摩托 这个森林太可怕了 感觉马上就要有怪兽 窜出来抓我吗 别害怕 你不有事的 雷震摩托 你能别哭了吗 哪有怪兽啊 别吓唬自己了 好了别哭了 永远一点好吗 可是真的很可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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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儿 像有什么东西从这儿滑下去了 应该就在这个山谷里 啊 雷震摩托好像发现了什么 嗯 听到了吗 大家都去那里集合 收到 收到 哦 我也去去就回 嗯 拜托你了 最后一辆星园赛车有点特别 我去看看 别出什么岔子 看来凯莉是个费心的类型 凯莉开发的这些星园赛车啊 就没有一个是省心的 雷震摩托 勇敢一点 不行啊 还是觉得好害怕 我们来了 怎么样 是从这儿下去吗 人都到齐了 出发吧 走啊 我走什么呢 等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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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事吧 就是一个小土坨 有什么好怕的 鞋狐烁 我可没怕呀 伙伴们 火来了 哦 凯莉 快看那边 喁 这就是 第五辆星园赛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不是出故障了就好 真是吓一跳 好热闹啊 不过你们都在这儿干嘛呢 还有我怎么在这儿 泰克诺还有这么偏僻的地方吗 飞烟跑车 你在说什么 泰克诺早就已经灭亡了呀 你说什么 已经灭亡了 天哪 你是睡糊涂了吗 这都能忘 那这里是 蓝星啊 蓝星 怎么没听过 老爷子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呢 老爷子 你管谁叫老爷子呢 你这个小蜜蜂 我不是小蜜蜂 是炼烟冲锋车 行了 都冷静点 可能是因为刚睡醒 记忆发生混乱了 是吧老爷子 再乱叫小心 我不客气 你这个小夜车 什么小夜车 我叫童离越野车 这情形 一团糟啊 你好 我叫龙晨飞 也是龙战士 龙战士 可是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一直在找你 希望你加入 守护蓝星的队伍 以后再慢慢介绍 也不迟啊 最重要的是 五辆行员赛车 都聚齐了 飞烟跑车的特点 是非常坚固 在极限环境下 也能平稳行驶 并且还不怕 你们就等着看吧 除了有点固执 别的都挺好 你这家伙 你在说什么呢 这样子能行吗 看来想让老爷子帮忙 是有点困难了 什么老爷子 我认真起来 可比你们厉害多了 你 苗 你哪里不舒服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长时间同一个姿势呆着 好像扭伤腰了 星园赛车也会扭伤腰吗 真的有点难以置信 赛车也有腰吗 哎 看来不止是机翼混乱了 身体也快不行了 就说拿那个老爷爷没办法吧 都说了不要救我老爷爷 别看现在这样 以前飞烟跑车也是相当厉害的 以前 每辆星园赛车都有一个泰格诺英雄的原型 对应他们不一样的能力和性格 飞烟跑车的原型是泰格诺传说中一位勇猛的战士 他可是力大无穷 而且刀销不入呢 所以说我才不会输给你们年轻人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可惜那些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救你话多 那么其他的星园赛车也有一个对应的英雄是吗 妙 答对了 难怪每辆赛车的性格都如此鲜明 这 这是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古老的恐龙化石像突然拥有了生命一样 移动了起来 化石变成了怪兽 是无尽基础吗 肯定是了 陈飞 星园赛车 能听见我说话吗 行人士有情况 快去现场 知道了 走吧 飞燕跑车的腰不舒服 我留下来照顾他吧 反正老爷子帮不上忙 有我们就够了 开赶乱叫 等我好了有你们好球的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危險 這傢伙是在發射岩漿嗎? 喵!他身體裡居然儲存著巨量的岩漿! 要是被那岩漿擊中的話,星雅三船肯定會立刻化成一潭潔水的! 我必須阻止他! 龍戰士!星雅,變身! 哼,看我的!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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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疼,疼啊! 看我們的! 來追我呀,放在這兒呢! 哼,這下被我們繞音了嗎? 陳飛,和我合緊! 好的,光速開撞! 激光守護形態! 上吧,陳飛! 我的防御力可以承受你岩漿的攻擊! 結招吧!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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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越野車,使出最後一擊! 你! 等一下! 啊! 不好! 前方發現一個小女孩! 雷梯摩托,交給你了! 雷梯摩托,這個任務只有我們能完成! 好吧! 我知道了,洛群姐姐! 我們上吧! 那麼出發! 躺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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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 岩浆温度至少得有一千度以上 如果茅木冲进去的话 我们瞬间就会化成灰烬 就能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吗 我们马上来帮你们 别出动了 岩浆温度太高了 我们冲进去的话 等于白白送命了 那你说怎么办 雷霆魔兔和洛乡有危险 陈飞 别分心 有办法了 雷霆魔兔 冲 好了 没事了 陈飞 小心前面 陈飞 从零月夜车 陈飞 你们是吧 大家看起来都伤得很严重 大家都还好吧 还能动 就是浑身有点酸痛罢了 不太妙 我的防护罩已经破损了 也是难为你们了 你们本来就不适合 在岩浆这种高热环境下作战 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岂不是没有人 可以和龙战士合体了 凯莉 你能快点修好他们吗 别急 现在已经在修了 眼下四台星元赛车都在等待着修理 那么只剩下飞烟跑车能用了吗 喵 惊醒梦中人 飞烟跑车设计得非常坚韧牢固 就连岩浆也能承受得住 你说的是真的吗 话说回来 她去哪儿了 我帮她治好腰伤之后 就没管她了 嗯 经过之前的那番折腾 那个化石怪短时间内是不会再冒头了 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要是那家伙再卷土重来 我得和龙战士合体 嗯 眼下只有这个办法了呀 让一个老头上战场 他肯定吃不消的 是啊 脑子也转过灵 还是别指望他了 要是一个不小心 又把腰扭伤了怎么办 我觉得大家说的有道理 让飞烟跑车和龙战士合体 风险太大了 咱们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啊 呃 呃 飞烟跑车 啊 啊 哼 哼 看来在你们眼里 我这个老头子已经没什么用处了 那好 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哼 真糟糕 我们真不应该说那些话 现在可怎么办 我这就去把飞烟跑车找回来 那我们怎么办 呃 嗯 嗯 哼 哼 哼 都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啊 飞烟跑车 等等我 嗯 嗯 哼 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肯定也觉得我这老头子不中用了对吧 我没这样想 飞烟跑车 你可是按照泰克诺最伟大的战士设计出来的 你的实力毋庸置疑 嗯 但是就像烈焰冲锋车所说的 那些都是过去式了 不值一提 你不能这样想 一个真正的战士 不管到什么时候 内心内团炙热的火焰 是永远都不会熄灭的 真正的战士吗 嗯 嗯 虽然没能守住泰克诺 但我们还是可以保护好这个星球的 嗯 这一次 我不会再让泰克诺的失败重演 嗯 凯莉 快回来 情况紧急 翼龙又再次出现了 哦 嗯 啊 好烫啊 这翼龙似乎比之前还要凶猛啊 啊 他一定是吸收了更多岩浆 进化的更强悍了 即使没有星园赛车的帮助 我也不会就此退缩的 啊 龙战士 星园 变身 行 降临我来收拾你 干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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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妃小心 陈妃 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都修好了吗 凯莉一直没回来 所以还跟之前一样 虽然不能跟你合体战斗 但我们可以给力打掩护 大家不要逞强 大怪兽车闯着别过来 别怕 勇敢一点 不管敌人多可怕 也要战斗闹敌 危险 大家都避开 那是 是飞烟跑车 真以为老驼子我不中用了 你们这帮小子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还记得我说过 飞烟跑车不放火的能力吗 看到没 老驼子我风采一旧 不减当年 不好了 那家伙又站起来了 好好看着 那边的小子和我合体吧 我有名字 我叫龙辰飞 知道了 赶紧的吧 年纪轻轻怎么这么磨叽 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子 真是的 光速开撞 飞烟转开心态 太好了 合体成功 真是神器 合体之后感觉身体都变得轻盈了 别感慨了 得赶紧行动 危险了 怎么回事啊 被岩浆砸中 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厉害吧 就这样 一举干掉它吧 这神手也太牛了 太厉害了 老爷子的实力居然这么强 再来个更厉害的 岩石重锤 太好了 是新的武器 岩石重锤 这锤子好大 小子 把锤子旋转起来 像这样 鲜子 末塞好酷 火烟能量 澄飞 岩石重锤的火焰能量 一远超敌人 岩石重锤的火焰能量 陈飞 现在这是反击了绝佳机会 这防御力太强了 是时候了 用我的绝杀技 震爆重锤 结束战斗吧 飞眼跑车 震爆重锤 成功了 我是老骨头 还有两下子吧 现在可不会 轻易输给你们 这些年轻人 传说中的战士 好像复活了一样 我之前真是太轻率了 竟然小看了您 简直太为官职 我彻底服了 有你在 我们一定如虎天翼 烈焰冲锋车也有话要说 对不起 之前是我太傲慢了 看了您今天的表现 以后我管您叫老战神怎么样 你这小子 非得在前面给我加个老字是吧 给我改喽 您就这么在意称呼吗 我告诉你们 我最烦别人把我叫老了 你们再这样 我把你们整个都烤了 飞眼跑车 你没事吧 还好吗 一不小心 好像又把腰扭到了 小你 激动破头吧 总之 星人赛车全部聚齐了 哈哈哈 哈哈哈